雞車 美味說吧吃 來 教大家調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我們講的 所以我們是用 天然的檸檬汁 這個檸檬汁差不多有兩顆的檸檬 把擠出來的檸檬汁 檸檬汁擠出來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倒在這個水晶盤裡面 這差不多 平均如果算湯匙的話 檸檬汁差不多四湯匙 然後我們的芝麻一湯匙 然後糖也是一樣 一湯匙 然後下去之後 很簡單的 我們先把它融合在一起 讓它有獨特的味道 然後這時候 我們加上一點點的味醂 兩湯匙的味醂 然後下去把它攪拌均勻 讓它攪拌均勻 有一點點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點的融合的香味 然後其實味醂會跟糖結合在一起 它會更濃郁 我們的和風醬希望能夠調出來 讓它更融合 所以要有一點點的油脂去帶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加上一點點的油脂 那我們就加上 差不多平均四湯匙的橄欖油 那油脂越多的話 它的口感越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加的是檸檬汁 有時候你在煮的時候 你可以用差不多兩大匙的水 跟我們的糖稍微煮一下 讓它稍微融化一下之後 冷掉的時候 再加上檸檬汁也可以 有的就不喜歡那麼的酸的時候 你可以加上一點點的糖 一點點的我們講的水分 讓它稍微煮一下 然後在攪拌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不斷的 左右的攪拌 為什麼 要讓這個糖完全融化 完全融化 最後再來加我們的 就是一般的醬油 這個醬油也是一樣 加差不多四湯匙下去 因為我們今天用到的醬油 是比較薄鹽的這個醬油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就是加四湯匙下去 如果它本身比較重一點點的 醬油的時候 那你就是 加少一點兩湯匙就夠了 所以分別兩種醬油 如果是薄鹽的醬油四湯匙 如果一般的醬油是兩湯匙 大家懂了 好 一樣把它攪拌均勻 在攪拌的當中 你會慢慢的感受得到 這個底下的 我們講接觸的那個麵 它會有一個沙沙的感覺 然後現在完全沒有了 就表示糖已經融化了 好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把它倒在 我們這個碗裡面 這樣子就產生我們的 和風醬汁 完成 打拋豬你一定吃過 義大利麵你一定吃過 可是融合了 泰 義 還有台式的打拋義大利麵 會尬出什麼樣子的新滋味呢 許你吃飽飽的 許志昌師傅馬上教你做 打拋的醬是個泰式的 是 可是義大利醬卻是個西式的 是的 但是現在大家 世界地球村 對 管它什麼樣子 加在一起應該不為和 對 族群都融合了 對 所以我們來告訴大家 如何把泰式跟西式 結合在一起 好不好 好 先整理哪個食材 來 那我們的洋蔥 先切洋蔥 對 洋蔥的話 我們切的話 我們就直接這樣下去切就好了 你要切成洋蔥碎 對 洋蔥碎 好 來 OK 先在洋蔥上面 我們切成梳子狀 對 不要切斷 完了以後 再下刀去切的時候 自然就成了小丁了 好 放到旁邊 再來我們的杏鮑菇 杏鮑菇我習慣的話 因為要吃到口感 我現在都把它直接切成片狀 一開二 對 完了以後 直接放在桌面上頭 切成小片 對 這個這麼大隻切出來 你看那個量那麼多 滿不少的 對 再來我們就 把一些辛香料稍微的處理一下 好 這裡有三顆的蒜頭 是 蒜頭 紅蔥頭三顆 紅蔥頭 對 辣椒我們就是剝一小段就好 好 再給它剝一下 帶一點點顏色 對 香氣 對不對 好 就給它放在這裡面 所以工具很快就讓這些材料 全部都變成小丁小丁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起鍋了 對不對 材料都準備好了 有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這個豬肉的話 它本身有油脂 對 一點點就好 是 對 好 我們把我們的豬肉放下去 OK 把它拌一下 肉末嘛 絞肉嘛 對不對 其實絞肉下去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可以再切一點番茄 番茄 彩色的小番茄 對 紅色的 綠色的 橘色的 顏色就是 真是五彩繽紛 對不對 你看我們鍋子裡面的角落 我們也不用去翻動它 對 你就直接放在那邊 把它鋪平了 你看它底下 明顯變色了 對不對 壓一壓 然後再開始來攪動它 對 像這樣差不多了對不對 對 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包香料 辛香料加進來了 對 包香去 我們就給它放下去 因為它豬油已經慢慢釋放出來了 是 對 然後我們就利用豬油的 豬肉的香氣 把這個包香料給它包香 好的 那個紅蔥頭 蒜頭的香氣又起來了 是 剛剛開始的時候 它可能紅蔥頭跟蒜頭 它帶一點水氣上來 那這個水氣有一點點嗆 不過很快隨著水氣消失變少 它的嗆味就沒有了 對不對 那我們的洋蔥 不過第二個嗆味又來了 洋蔥 這個是催淚 是 使人催淚的洋蔥 洋蔥不一定我們要全部下 是 適量 對 杏鮑菇 香氣越來越好了 對 杏鮑菇 接下來加熱 這個 那我們給它煎一下 是 對 我們的蝦仁也給它下去 好 對 蝦仁 蝦仁是這裡面食材最快熟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最後才下蝦仁 那我們給它煎一下以後 那個蝦紅蔥它才會下 沒錯 以前餐廳裡面就是過油 對 很快它那個蝦殼啦 或者是蝦肉的效果 但是我們在家裡面 如果自己用鍋子稍微煎一下 它的香氣會變得更好 對 煎一下它就紅紅紅了 對 顏色也好看 香氣也好 那今天我們人比較少 我們就用蝦仁嘛 好 那我們人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就切蝦丁 對 蝦丁 對不對 對 那我們下去拌一下 OK 好 每個食材都發揮它的效果了 對不對 都達到它的香氣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食材 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好 再來的話 我這邊的話 我自己有炒一點那個辣椒醬 是 我這個是用那個紅辣椒 蒜頭 蒜頭 紅紅紅頭 用油下去爆就好 爆好了以後對不對 我放一點點那個蠔油或醬油膏就可以 OK 一點點這樣子那種鹹味 來調整它的味道 對 那如果你喜歡魚肉的味道 當然可以加一點 是 好 這個有加 沒有加都可以 對 好 就一點點下去 是 OK 帶香氣 對 帶辣味 對不對 其實 徐師傅你最近也出了一本 跟醬料有關的書嘛 對不對 我看你在那邊 雖然你跟大家介紹的是 所謂的蔬食 可是裡面提了很多的醬料 是 醬不完 來 然後這個是一般超市可以買的 泰式 甜雞醬 對 對不對 泰式甜雞醬 畢竟還是要有一些 泰式的風味在 好 三匙 三匙的泰式甜雞醬 對 好 一點點的魚露 魚露 魚露少許就好 太鹹了 對 拿捏好 檸檬汁 好 檸檬汁 好 嬌哥你可以給我一點點的水嗎 水 對 好 那我們就加這個水了 自來高湯一點點 是 好 我們把所有的味道 全部融合在一起 是 融合在一起 因為畢竟它是要沾到麵上 對 對不對 好 我們的麵 料跟醬汁味道都OK了 對不對 對 麵要下來了 我們大概這個螺絲麵 大概用水滾了以後放一點鹽巴 還有我們的橄欖油 大概我們煮10分鐘到12分鐘 OK 按照包裝上面給你的建議 我們就來煮那樣子的時間 對 今天我們用的是螺絲狀的 對不對 它上面一個一個的螺紋 它可以把味道都沾上去 當然你隨便你喜歡 有小朋友 你可以煮一些字母的 對不對 或者是大人你可以煮這樣子 粗的啦 細的啦 天使法師麵都無所謂 九層塔 九層塔 對 還有我們的 泰國講的是打包葉 但是台灣取的打包葉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所以我們就用九層塔來取代 好 拌一下 香氣上來了 對啊 你看 用這個泰式醬也可以做這個料理 沒錯 很多觀眾啊 這個時候都是在家裡面 看著我們的節目吃飯 有沒有 就因為現場很多人 看著我們節目在吃飯 是一樣的道理 真是 那今天我是用這個螺絲麵 那如果說你要用長條的 義大利麵或貝殼麵那些都可以 都沒問題 對 很美味 對 顏色又好看 是 差不多了 對 自然的風味 非常的討喜 哇 那個番茄的 番茄都被我炒到汁都流出來了 對啊 太厲害了 然後呢 我們再一點點的這個 最後做一點點裝飾 拿你的羅曼 各種不同的生菜 擺在兩頭 對不對 吃魚吃肉也會菜感 有點蔬菜的感覺 然後我們放一點點的這個 如果說不夠酸 有的人吃泰式它要酸味 我們就給它再一個 點綴一下 對 對不對 OK 來 一道美味的泰式料理 就可以上桌了 來來來來 賴賴賴賴 美味so much 開官方賴囉 只要你掃描我們的QR code 好看 攏賴賴 南陽風的綠咖哩是泰式的經典菜之一 醬汁加上了香氣十足的椰漿 讓綠咖哩瞬間美味升級 喜愛菜國泰的朋友有福辣 許你吃飽飽的許之湯師傅 馬上教你做 好吃的咖哩來了 咖哩搭什麼東西都好好吃 是啊 對不對 然後拌飯 對 拌麵 或者是拿法國的麵包這樣子 去放在上面沾著吃 真的 很棒 對不對 OK 來 我們來整理食材 告訴大家怎麼來做綠咖哩料理 咖哩的話我就是用綠咖哩 放一點咖哩粉 對 所以有咖哩塊 有咖哩粉 兩種東西合在一起用 對 好 所以就是咖哩醬 對 綠咖哩 咖哩粉 對 咖哩塊 對不對 對 三種湊在一起 因為綠咖哩有一點會微辣 所以我就用這兩種的 去把它調和 就是可以放下所有的 緩和一點 對不對 然後再搭上它最合的 鮮奶跟椰奶 對 這就是 基本的咖哩組合了 是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切一下我們的食材 蘑菇的話 我們大概就是把它對切就好 如果大一點 有的 看 要口感好的話 就是大概切這樣 是的 今天有放肉 如果沒有放肉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可以用蔬食 對 洋蔥一樣我們就切塊 對 這個洋蔥 它只是在這個裡面帶出來的味道 好 紅蔥 我們就給它切片 那辣椒呢 辣椒的話 我們就是帶一點辣味就好 好 我們就差不多兩三個這樣就可以了 OK 點綴一下顏色 對 對不對 那南瓜 是 我今天是用那個栗子南瓜 那我們就給它切 OK 對 切塊 因為南瓜它很容易熟 沒錯 對 如果你切得太薄的話 它就煮出來的話 而且這個栗子南瓜 它吃起來的時候它那個皮其實也是可以吃的 多一點點膳食纖維 對不對 你如果把皮去掉了 很容易在這個鍋子裡面 煮得煮的時候 它就不成形了 像我這個馬鈴薯敲好以後 泡水以後對不對 如果你沒有馬上煮的話 如果用一碗水放在冰箱 很容易佔空間對不對 我都習慣用我們的這個 假鏈袋 對 假鏈袋或餐廳廚房紙巾 對 廚房紙巾把它包起來 所以不一定要用假鏈袋 你拿像這樣子的紙巾 然後把它包起來 完了外表打濕 對 這樣子放在冰箱 就可以避免它 氧化 最外面的那一層 對 一來氧化變色 二來變得乾乾硬硬 對不對 對 好… 素的部分處理完了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荷的部分 對 我們搭配的是雞塊 對不對 我們每次到外面去點 有的時候它是咖哩 可以配牛啦 豬啦 雞啦 甚至還可以搭配海鮮 都沒什麼關係 仔郎 看每個人喜歡吃什麼樣子的食材 都可以把它選擇加進去裡面 好 嬌哥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我用切塊的嗎 為什麼 口感啊 對 第二個口感嘛 是 第二個今天人比較多 真的嗎 對 如果沒有那麼多人的話 對 那就不用切了 只有兩個那個帶去骨 對 他一個我一個嘛 對 好 好了以後對不對 我們只要少許的那個鹽巴 跟那個香油 醃一下對不對 對 香油或橄欖油都可以 是 那你就橄欖油就好了嘛 好 對不對 好 比較健康 是 對 這樣醃就好 是 帶一點點的鹹味 然後呢 加上橄欖油稍微包裹一下 就好了 好 OK 然後呢 之前我們用這個不沾鍋 它就沒有什麼太多溫度的限制 是 可是今天我們用的是不鏽鋼鍋 是 你就一定要熱到它呈現奈米的狀態 是 對不對 對 OK 好 什麼叫奈米狀態 我們就請這個 許師傅 告訴大家啦 來 這個水的話 通常的話 媽媽以前的話都是倒油嘛 是 那萬一溫度太高 就是怎樣冒煙了對不對 現在不用 我們就直接用這個水 來測試 對 看那個水溫 你現在滴一點點水下去 你看到鍋子裡面 有沒有 水珠在鍋子裡面 到處跑來跑去了 對 這樣子的現象 在師傅他們就說它叫做 奈米現象 對 如果一旦不鏽鋼鍋 熱到這個水袋裡面 成水珠跑 你再把食材放下去 對 它就不會沾鍋了 千萬記得 這是不鏽鋼鍋的處理方法 就我們一點橄欖油 好的 來 倒下去以後 橄欖油倒下去以後有沒有 我們看有油紋嘛 是 對 稍微的這樣子 轉一轉 對 潤一下鍋有沒有 它有油紋 是 有沒有 有 對 油紋 就好像魚尾紋一樣 對 OK 來 食材就可以下去了 雞肉我們先下去煎一下 就直接下去就好 好了 現在下鍋了 沒有動 待會兒我們就讓 許師傅動給大家看 如果它待會兒動 粘鍋 這段就會剪掉 好不好 好 就你 你不到食材費 對 很簡單 我們先讓它 鋸的部分 對 貼底 貼鍋 你看有沒有 現在在翻 有沒有 都不會有粘鍋的現象了 輕輕的就可以把這一個肉 都有撥動了 對 香味起來了 是 好 因為我們現在要去燉了 對 所以我們再煎了一面就好 來 但是我們 隨便翻一個 因為 嬌哥說萬一連鍋 對 就被剪掉了 對 有沒有 有 好 現在我們一方面是在熟 再一方面 藉由醬 雞皮醬產生的效果 它的香氣未來會在整個料理當中 對 變得很香很香 好 這個就全部下去了 同一個味道出來 我們就把紅蔥頭 蒜頭 辣椒 對 洋蔥 洋蔥 這個都下去 蘑菇 一起放下去 對 然後我們的這個 馬鈴薯 一樣 這個也可以放下來 對 就一起下了 好 再來一個秘訣就是說 有時候媽媽的話 在炒咖哩對不對 是 下去炒的時候 炒一炒它會黑掉 對 黑掉會變苦 那我們今天放一點點的水 真的 對 還有這一招 對 放一點點的水下去 記得 就用筷子 不要用手 這樣 好 因為媽媽有時候煮菜對不對 她不會控制火候 所以我剛在下鍋的時候 我沒有放這個奶油 我現在再加一點 讓它有一點奶油味 它的那個特殊的香氣 對 就會變得更好 對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咖哩 綠咖哩 給它放下去 好 先加入了 對 綠咖哩醬 對 對不對 炒一炒 好 我們這個咖哩 OK 對 咖哩粉調水的這個部分 對 黃咖哩 萬一不好拿對不對 我們就拿一塊肉 直接來 對 拌一拌 洗這個容器 對 好 這樣 然後我們就加水 好 這時候要加水了 對 有香氣的嘛 對不對 是 好 OK 醃到就好了 好 略微的醃到食材就好了 對 好 這個要一起下去了吧 對 好 然後我們的月桂葉 月桂葉 就給它下去 對 米 米 我們為了讓這個裡面 食材豐富一點 好 對 下玉米 對 有蔬菜的鮮味 是 對 那個白花椰菜 先下 因為白花椰菜比較不容易熟 是 那綠花椰菜我們差不多好的時候 我們再給它下去 哦 白花椰菜比較不容易熟 對 它比較硬 哦 那喜歡油豆 我們可以放一點油豆腐下去 哦 哇 阿芽 是是 OK 阿芽是台灣話還是 日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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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 OK 滿滿一大鍋 對 對不對 這個時候蓋上鍋蓋 我們就讓它在鍋子裡面 慢慢的煮 對 好 剛才我們在鍋子裡面 放了幾個比較難煮的東西 是 栗子南瓜 對 算是比較難煮 對 花椰菜 對 算是比較難煮一點 對不對 對 玉米也算是比較難煮一點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蓋上鍋蓋 讓它在鍋子裡面煮 對 大約需要煮到多少時間 那我們這個的話 大概等一下煮差不多 冒煙以後 冒煙以後大概我們煮十分鐘 十分鐘 對 OK 我們等到鍋子冒煙 先煮十分鐘 讓鍋子裡面食材熟到一定的程度 我們再加後續的東西 OK 十分鐘到了 來 我們掀開鍋蓋看看裡面的情況 剛剛你看那個花椰菜那麼翠綠有沒有 好香喔 是… 而且你看那個濃稠度有沒有 它因為經過一段時間的煮 然後呢 它那個水分跑掉了一點 所以裡面三種咖哩 就開始呈現一點點的濃稠效果 好 接下來我們要加什麼東西 我們放一點椰漿 椰漿 好 椰漿 對 對 調下去之後 它那個南洋的風味會更好 對不對 我們就找一個水分比較多的地方 對 然後呢 把這一個椰漿加下去 然後呢 秤在鍋子裡面的那個湯汁 讓它化開 對 OK 化開了以後 讓它再散到其他地方去 好 這邊還有一點點鮮奶 對不對 那我們鮮奶的話一樣倒下去 好的 儘管綠咖哩帶點你的辣味 不過藉由椰漿跟鮮奶的帶動 它的這個辣就緩和掉了 對 那一定咖哩放一點九層糖 好 比較香味 對 好 最後我們加一點這個 彩色的番茄 南洋的風味越來越 對 就很時尚的 是 玉米 青蛙菜 對 油豆腐 雞肉 哇 你一大鍋 對啊 OK 對 成盤了 真的 印了那一句廣告的台詞 叫做 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對 對不對 收看我們的那個 美味收罵群 沒錯 祕訣都給你 沒錯 美味給你了 對 我加了 你看 膠的 這個顏色 是 五彩繽紛 對啊 OK 來 然後我們撒一點點 巴西里下去 好的 那奶油 我剛剛是沒有再加下去 那如果你要香一點 你之前已經加過了嘛 對不對 對 OK 來 非常美味的一道料理 一起上桌囉 你看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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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是